欧洲恐怖阴影笼罩,就在布鲁塞尔恐袭事件迎来一周年之际,英国伦敦却沦陷了。 一名男子当地时间22号下午乘坐一辆四轮驱动车,血洗著名旅游景点西明寺桥,轿车横冲直撞,撞伤许多路人后没有停下,反而继续狂奔,一直到国会大厦附近才停下。 匈徒步出汽车后,持刀刺伤几名警员,随后还试图应喘国会,最终遭在场的警察开枪制服。 而当时正在附近的波兰前外长希克尔斯基目睹了匈徒行凶过程。 包括匈徒在内,袭击事件共造成五人死亡,四十多人受伤,伦敦警方事后一声令下宣布未来几天加强警力,全力为安。 而警方已经确认凶途身份,但监狱调查仍在进行中,因此不便透露,初步掩判事件和伊斯兰恐怖主义有关。 英国首相特利沙梅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,随后宣布不会提升恐袭警戒级别,同时谴责这是一起蓄意的卑鄙和病态。 特利沙梅呼吁民众不要屈服于恐怖主义下,并警告恐怖分子企图通过暴力粉碎民主自由价值将注定失败。